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这样的朋友陪伴你在空中的佳佳 在这里向你问好 今天在健康加油站的单元当中 一样继续为你邀请到中心综合医院的药师李佩玉 佩玉你好 佳佳好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 是 我们很高兴的今天要在空中 继续和佩玉来谈谈用药的一些知识跟安全性 那说到药品呢 今天我们要特别谈的是 我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这些药品它过期了 那过期的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处理它呢 是直接倒垃圾桶 还是说其实有更好的方式去处理掉它 在前几年其实卫生局就已经开始在推广 那个居家废弃药物回收的计划 对 那我相信大家在一般的社区药局 应该或是在医院都可以看到药物回收站的那个纸箱 对 那基本上药物回收站呢 其实是回收五大类的废弃药物 第一类就是抗生素 然后第二类是荷尔蒙药物 第三类是有癌症的跟免疫抑制的药物 那第四类是一体的药物 那第五类就是废弃的针具和针头 对 那这五大类的废弃药物呢 不管是过期了还是变值了 还是说因为病情的关系已经不需要再使用 这五大类是可以到社区药局 或者是医院的回收站来回收的 这五大类废弃药物之外的药品呢 就比如说一些非抗生素的感冒药 然后或者是一些肠胃药 那这些呢 其实是可以用一般居家垃圾来清理 但是需要去注意到的是说 你必须要把外包装拆掉 这样大家不要那个连洗脖子都一起丢掉 就是你必须要把药顶从那个包装里面拆出来 让它变成裸定之后呢 然后把它集中在那个袋子里面 然后再做一般居家垃圾的处理 比如说像药水啊 如果你也不想说带到社区药局 或是医院来回收这么的麻烦之外 你也可以就是把药水倒到垃圾袋里面 千万不要倒马桶或水槽 因为药水里面药的成分有一些是抗生素的成分 那有一些可能有一些糖类啊什么的 对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把它倒马桶或水槽 清洗空瓶的水呢也是倒到垃圾袋里面 是为了防止污染吗 对防止我们的水源的污染 水源污染 对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外包装跟空瓶 这些可以回收的资源就可以给资源回收处理 对那你倒到垃圾袋中集中的裸定啊 或者是这些药水如果你觉得很不好丢 你可以把咖啡渣或者是茶叶啊 然后不要用过的脏的卫生纸啊 把这些把它们跟药丸药水混合在一起 它就会变成一个固体的垃圾 对那你就可以把它当作一般的就是垃圾处理这样子 是所以亲爱的朋友听到佩玉分享 你心里是不是才恍然大悟 原来丢个药其实也有它的专业性哦 所以盼望下回你在处理药品的时候 能够多为我们的生活环境 想一下保育我们不论是水源 或者是我们的空气 然后做更正确的过期药物的处理 好那说到药物呢 也要继续请佩玉分享的是 我们在用药上面 我们先前有讲到市面上贩售许多的成药 那可能很多人就会一听到成药 就会想到比如说像女生爱美嘛 然后可能就说我要买什么减肥药啊 然后或是有些女生她常常精神不振 然后她就会去买一些提神药 有些女生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那她就会去买一些畅通肠道的这些的药品 那像这些药品到底可不可以吃呢 又或者说其实这些药品当中 它不完全是药品 而是我们可能会听到另外一个名词 它不是药品 它叫做医疗食品 或是纯粹的食品而已 我首先来讲 刚刚加加讲到说 当我们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然后我们想要到药局去 自己购买一些成药 或者是指示药的时候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跟社区药师 好好的说明你现在身体的状况 你有没有什么慢性病 你有没有正在服用什么药物 还是说你有没有遗传疾病 如果有什么遗传性的疾病 比如说有些人有二肩斑脱锤 然后他可能心跳就比较容易快 比较容易心悸 社区药局的药师在帮助你选择 比较适合你的成药 或者是指示药的时候 他就会去考虑到说 你有没有高血压 有没有糖尿病 他会去帮你选择你比较合适 安全性比较高的一些成药跟指示药 那像比如说一些感冒药的成分里面最多的就是有添加麻黄碱 那麻黄碱呢 它其实是一个血管收缩剂 就是可以治疗鼻塞 那可是呢 长期使用麻黄碱或者是剂量太高的时候 我们容易心悸 然后血压会上升 可能手会抖 然后情绪会比较焦虑 那所以你在使用不管是感冒糖浆还是感冒药的时候 都可能要去看一下说 你的麻黄碱的剂量是不是太高了 还是说你如果现在是一个高血压的患者 你可能不太适合使用这么高的剂量的麻黄碱的药物 那比如说像校园止痛药啊 有些人常常对校园止痛药过敏 那你可能就要赶快的跟社区药局的药师说 你曾经对哪些成分过敏 那让药师可以去帮你排除 说不要再有这个一样的成分 引发你的过敏反应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刚刚佳佳有讲到的是减肥药 减肥药它到底是不是药 如果要以药品的定义来说的话 是目前合法的减肥药只有一个 那是抑制有直吸收的 那是卫生福利不有核准的 只有一个药 如果说是大家到外面药局去购买的减肥的产品 其实大部分都是属于健康食品的 是属于食品等级的 那大家都知道说食品是不能够标榜疗效的 那常见的帮助减肥的食品可能有 像左旋肉碱啊 一致食欲嘛 然后或者是 藤黄果啊 它也可以增加饱足感啊 然后可以质糖类的吸收 萃取的成分 对那有些 有些可能会加维他命B群啊 然后提高你的新陈代谢 这些成分来说都是属于食品等级 它并没有办法宣称疗效这样子 抗生素就是抗微生物之际 那微生物有包括啊 细菌啊 默菌啊 也有包括病毒 对 那这些东西都是会引起身体的感染 然后发炎反应 对 那什么时候要使用抗生素 当然就是有细菌默菌 或者是病毒感染的时候 那所以抗生素是不能够随便使用的 它是属于处方药 是必须要经过医师的诊断 然后或者是根据他的临床的经验 去判断说 你现在是有细菌感染的倾向 或者是说你有可能是 比如说一般的上呼吸道感染 然后医生去判断说 社区型的呼吸道感染是 大部分是属于哪一种菌种 然后我们可以使用哪一些的抗生素 来抑制这个细菌的生长 或是杀死细菌 肋骨醇的话 就是俗称的美国鲜丹啦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恐慌呢 是因为它长期高剂量的使用呢 它会有一些肥胖 然后会月亮脸啦 水牛肩啊 可能也会引起骨质疏松啊 甚至高血糖等等的副作用出来 但是呢 肋骨醇如果你是在有必要的时候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强的消炎药物 如果你现在是发炎反应很严重 比如说过敏 很严重的过敏 对 那你都已经支气管水肿 已经呼吸困难 你就必须要马上排除这个发炎反应 那你第一个首选的药物就是 肋骨醇跟抗阻治安 如果你透过专业的医疗人员 然后在他们的监督之下去 正确的服用肋骨醇的话 其实对你的身体 好处是会多于坏处的 是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佩玉 再次在空中他们分享这么重要的 用药安全知识 也盼望透过今天的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在服用药物的时候 多放一些心 非常谢谢佩玉 谢谢你 谢谢 是亲爱的朋友 那这家就与你下回同一时间 空中再相见了 心灵丸岛祝福你 天天经历神 步步与主同行 顶ios 明镜